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追擊 我是仙迪 又和大家來到台灣 直擊一下蔡總統的近況 蔡總統,見到你身後有部130運輸機 今天是否親身測試一下性能 預備將來著草之用呢? 蔡總統果然明智 根據資料,C130H起飛重量 是70,300公斤 可以運輸接近20噸貨物 那就不用像阿富汗總統那樣 裝不完錢走路那麼厲害 我們開始回到今天的活動 沒錯,各位觀眾在鏡頭見到的這班官兵 神情都相當興奮 相信是唯有機會成為 著草專機駕駛員那樣著藥 好了,仙迪在台北的連線告一段落 有新進展會再同大家報道 以上情節雖然純屬虛購 但如有雷同又真是沒甚麼出奇 塔利班組織重奪阿富汗政權 總統艾哈邁德澤伊 協帶大量驗款著草 美軍重演西貢時刻 旺旺如商家之犬 山姆大叔所餘無幾的國際公信力和形象 自此一鋪清袋 而被指你有你打仗 他有他在大衛營 逍遙快活度假的拜登 終於捨得蒲頭 美國東岸時間 星期一 在白宮就阿富汗局勢發表講話 對於美國佬有事先走 沒甚麼事不要聯絡 拜佬頭一美死撐 撤軍沒有錯 挖外界不可以要求美軍 在另一個國家的內戰中 無憂子地戰鬥 國家建設從來不是美軍在阿富汗的目標 拜佬頭又反問記者 你到底要我派多少美國兒女 去打阿富汗內戰 不知English Tide 聽到拜佬頭這番話 心裏有甚麼感想呢 對呀 既然拜佬頭不會派美國兒女 去打阿富汗內戰 憑甚麼會覺得 他會派美國兒女 去打中國內戰呢 不要忘記 拜登政府至今對台 保持戰略模糊 反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今年2月曾經明確表示 拜登政府仍然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也即是說大陸解放台灣 純屬中國人自己的家務事 不用勞煩你幫美國兒女來搞 那便好 中國人有句老話 叫煩惱加恩強出頭 美國佬就是因為喜歡四圍搞搞震 戰線編布全世界 才會落得今時今日的田地 很簡單 美國佬20年來 在阿富汗用了超過2萬億美元 如果用回國內 足夠將拜登基建計劃 進行一次之後再推倒重來 當然啦 狗改不了吃屎 無論Sleepy Joe睡醒了 美國佬都不會改變窮兵獨舞的本性 問題是 美國佬新嬌肉貴 所謂盟友 賣貴價武器給你由自可 但去到吹雞出人 永遠沒有他們粉 大家有眼見 現在美國已經對塔利班開出條件 只要對方尊重人權 不要阻礙美國人安全回國 承認合法性不成問題 你啦 不管艾哈買得紮衣 幾廢都好 畢竟都是你美國佬條子 你現在派幾千兵過去 全部掛著接走自己人 連分些人出來做樣子 和政府軍並肩作戰都嫌廢事 大陸打台灣 美國會不會出兵作戰 不用多說了吧 台灣有名嘴質問English Thai 如果有朝一日 台灣面臨阿富汗同一局面 他會選擇辭職走路 還是拼到最後一枝掃把 不是吧 這樣都要問 36計走為上計 不走難道等被人斬首嗎 事實上 島內早有輿論批評台軍軍演 幾乎每次都無意總統府被XX攻擊 挑戰怎樣在最短時間逃離現場 找鬼人信他會新鮮事足 和三軍共存亡嗎 現在就好了 艾哈邁德澤伊連政治遺囑的Template 都幫你整理了 離開一生自力於保護培育的國家 是艱難抉擇 但任由事態發展 將導致無數愛國者殉難 赫布爾也將被摧毀 更會令這座擁有600萬人口的城市 發生嚴重人道主義災難 蔡總統可以直接抄在劫 換掛些主語、數字就得 夠了省水省力 當然啦 台灣人一直幻想只要緊抱美國佬大腿 就可以搭遍車 等美國佬出頭和大陸打 然後自己繼續天安一如 過其小確幸的生活 上至領袖、下至民眾 莫不以此自我麻痺 是蔡總統、蘇貞昌等一再勸掩 天塌何來自有山武大叔頂住的美夢之下 民間抵抗意志當然無存 舉個例子 有人提議將台灣的募兵制 改為徵兵制 結果將部分民進黨政客 嚇到屁滾尿流 以至獨派大佬臨續水都忍不住炮軍 號稱獨派的民進黨立委居然站出來反對 簡直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可以想像將來大陸統一台灣 美國佬將會第一個派兵 不過就不是協防 而是接走僑民 將盟友棄餘閉仔之後 還不忘狠狠地補插入道 他們自己無心保衛家園 難道又要我派美國賢女為他們送死?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 搞錯還是吃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